大陸和歐盟合作 來成功發射了衛星 不過台灣竟然是把衛星 當成飛彈狂發空襲的警報 國際媒體批評 台灣是反應過度 最後是國防部來抗責 不過有人從蔡英文的表情 還有簡訊用詞抓包了 這個下令發射警報的是另有其人 而專家更預估了 發這波衛星的空襲警報 恐怕要花費全民8000萬元 大陸9號成功發射 愛因斯坦探測衛星上太空 同步合作的歐洲太空總署 還歡慶狂客 但台灣卻狂發空襲警報 嚇壞百姓 國安人員對平原媒體透露 發警報是國防部的單獨決策 不是總統授記 還透露其實總統早就知道 對岸要發射衛星 而網友立刻抓包 常若發警報不是總統決定 是在意料之外 總統為何在發警報狂想的時候 還毫不訝異 還能胸有成竹的小兮兮 而從總統的表情 和空襲警報的用語就知道 內容恐怕根本不是國防部寫的 軍方是把黑鍋一肩扛起 國防部新聞稿也開始寫中共了 所以他是言必稱中共 那怎麼會在這邊寫中國 這立刻就穿幫了 那另外一個穿幫的是蔡總統 顧立雄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我是心驚膽跳 都推給國防部去扛了 你看總統那開心的樣子 一副國際得逞的樣子 笑得那麼開心 以為全世界都很好騙 沒想到這一次歪落了 騙不成了 蔡英文不要忘了 蔡英文是三軍統帥 你怎麼逃得了責任 國防部多倒楣 真的變成帶罪羔羊 把衛星當飛彈發空襲警報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際嗎 而哈佛聽聞專家麥道威也說 衛星的高度相當於太空站 使台灣過度反應 甚至連外媒紐約時報都批評 衛星來發警報是台灣亂了套 而網友也嘲諷 是連被國際打腫了 趕快找人來背鍋嗎 飛彈來 國防部都不敢發警報 說選前 他卻敢自己亂發 衛星警報 你相信嗎 一定國安會指示他發 上一次不准他發 這一次指示他發 因為今年沒有香港反送中 所以民進黨 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他又找不到王立場的雙胞胎 再來弄一把 中共進入台灣的選舉 可以說到成為 2004人阿炳的那兩顆子彈 結果現在 話符不成 反內圈 真的丟人丟死人了 衛星來一期空襲警報 一笑國際 專家說背後花的納稅錢 恐怕嚇死你 有人說接到了7000通 那表示他至少 一個電話發了7通 有人說到2通 有人說到3通 因為是接受的問題 但至少發7通 台灣有1200萬支手機 就總共花了多少 花了將近8000萬的新台幣 過去總統大選 冒出兩顆子彈成棋文 如今選舉 直接把衛星當飛彈 狂發警報 在世界再度創下奇蹟 記者約會聯繫過好 SN小組 台北報